你们就是奥列阁介绍的贵客吧 欢迎入住哥德大饭店 你是不是见过地上那家七派的哥德宾馆呀 有些不好的回忆涌上来了 那是咱们大饭店的分店 几百年前 哥德家一位前辈白手起家 一心相信自己能做大做强 最后他终于完成了梦想 在地上最黄金的地段开了自己的分店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好励志呀 奥列阁要我好好款待你们 钥匙拿好嘞 是咱们这儿最宽敞的客房 怎么说 今天就这么歇了 还是在四处转转 又是休息时间 希望这次别再出什么幺蛾子了 那个奥列阁 起码看上去还挺诚恳的 你们说呢 你怎么不来句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又不是杠精 不过问我的话 只能说防人之心不可污 听你的 防着防着 毕竟上次在旅店被人捅刀子 仿佛就在昨天 今晚派人守夜吧 守 守夜 这么复古吗 那不是奇幻小说里的冒险团 才会干的事吗 不 突然 有股睡意 不 不行了 我从来没通宵过 熬夜有多伤皮肤 你知道吗 我来守夜吧 罗尼啊 你跟那个奥猎阁聊完了 他没故意刁难你吧 没什么 话不投机 有些事我们没法达成共识 一下子得知了太多 今晚我怕是睡不着了 要是你们信得过我 就把放哨的事交给我吧 不是信不过你哈 但让你守夜 我还不大放心 你一个铁卫军官跑到地下来 出事的可能性比我们还大吧 如果他没有近似的想法 我也不能怪他们 银宗铁卫 确实欠下层人的 如果当初能有人站出来 跟可可利亚大人讲清楚 那样做的后果 算了 马后炮没有意义 不必担心我的安全 地火的奥猎阁保证不会伤害我 我相信他那样的人会说到做的 去休息吧 我失去了 我的愿望 你们所谓的计划 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射击的悲伤 射击悲伤 射击无用的感情 闭嘴 她是我的女儿 她是我唯一的 你们懂什么 没有灵魂的东西 你们永远不会明白 永远 不能说 有一些惨法 要得罪 他在你那边 等着 你看 去 不得罪 不得罪 完成你的宿命 完成你的母亲的愿望 又是那个声音 这个梦 也太诡异了 毫无睡意 起来走走吧 是谁 谁在哪儿 原来是你 下次别再从背后接近了 你该庆幸我手上没拿武器 你也睡不着吗 我懂你的感觉 烦心事太多 总把恐惧转化为梦见 正好 这里没有旁人 我能问你些事吗 那个所谓的星河 假设真的找到了它 你没有多大把握能阻止寒潮 这样吗 谢谢 你这么坦诚 我心里反而稍微踏实了些 其实 我很难相信你们的说法 对于一直生活在贝洛伯格的人而言 你们提到的那些名词 太遥远了 在我看来 可可利亚大人的命令 将你们逮捕 才是合理的 但母亲一开始并没有这么做 所以她一定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什么 一些我尚且觉察不出的东西 这让我很困热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为什么突然转变了态度 但命令就是命令 军员不该过度揣摩命令 这不用你提醒 我也不止一次怀疑过自己 但履行义务的责任心 总是会占到上方 过去 上层去的士兵们 不断在前线丢掉性命 但列界扩张的脚步 却丝毫没有减换 于是她把所有银宗铁威调去前线 封锁上下层的往来 只保留供给和地水交换的通道 这个决策 我曾经是认同的 可是缺少了银宗铁威的下层 居然惨霸到这般地步 或许 母亲的决定错了 可我改变不了她的想法 我试过了 但她听不进去 我找不到方法 帮我让守护者大人改变竹叶 她不是那么容易回心转意的人 这点没人比我清楚 越想越乱 越乱越想 根本找不着方向 我只是希望贝露伯格的人民 能过山更好的生活 或许你说得对 或许不对 现在 我还要想想 陪我在这地下走走吧 暂时忘掉这些烦心事 不知多久没像这样散步了 想不到会在陌生的地方 跟刚认识不久的人一起 这些烦心事 不许多了 这些烦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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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烦心事 这些烦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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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多了 这些烦心事 要是吗 硬撑着上也帮不上我的忙啊 反而累赘 再者 你不是说了吗 有些矿工伤势很重 时间就是生命啊 你们不是在休息吗 这个点出门做什么 没打什么坏主意吧 睡不着觉出来走走而已 请你收回无端的指控 那去别处走吧 汐儿 别急啊 他们也许能帮上你的忙 多谢你们了 是这样的 之前矿区那件事 很多人都受了伤 诊所人满为患了 你们帮忙平息了骚乱后 汐儿和我一直忙着照顾伤员 你也知道 地下的资源一直很紧缺 加上事发突然 诊所的衣量物资快要见底了 那我们得从别处弄一些过来 别的阵子的状况比我们还差呢 矿区之所以流浪者越来越多 就是因为猎界在地下蔓延 到处都是游荡的怪物 每个阵子都深受其扰 赖以为生的物资设备都被猎界吞掉了 想从里边捞点东西出来 都得冒着生命危险 别这么激动 汐儿 这对身体不好 我和汐儿其实都不是在这镇上长大的 我们来自北边的一座工业小镇 它的主城区几年前就被猎界渗透了 我原本在那里管理一家孤儿院间诊所 但情事发生了 就不得不搬来这盘岩镇 毕竟得先保证自己能活下去 才有机会救治更多的人 是要去被侵蚀的城区里 收集可用的物资吗 算我一个 你要一起来吗 我看你很疲惫的样子 慢着 我还没答应让你加入呢 事关人命 多一个帮手没坏处吧 正好我有不少应付猎界的经验 一定帮得上忙 那你别瞅我的后腿 汐儿没有拒绝 就是已经认可你们了 有你们陪着她 我也能放心了 来吧 我给你们列一个物资清单 你们要去的地方叫卯丁镇 顺着北方的山路走下去 不用多久就能看到她了 让我想想 用来固定断骨的钢板和绷带快用完了 茅丁镇的中心有一片急势 证明撤离的时候还堆着不少过武 辛苦你们去找找吧 然后是医用酒精 我在顾儿院团了不少 因为孩子们经常打架 撤离的时候我没有带走 希望还没过期 最后是止痛剂 应该还有一批 存在旧实验室里 希望没被怪物毁掉 有这些 应该就够 应付一阵子了 你们一路小心 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钢板和绷带 医用酒精 还有止痛剂 记住了 小菜一碟 出发吧 争取在傍晚之前赶回来 早点把那些病号安顿好 我就能早点从他们的鬼哭神号里解脱出来